有情的人看开门生日 有爱就有寸天 旁销贼在地中的较多 天气过阮过 现实在社会 希望随风的队 不免惊我作过 逢去看去咖啡 一刺一刀 有想笑咱们唱歌 有希望就有快乐 火开火落 也方伐 去看你回来咖啡 参赞 一刺一路 有想笑咱们唱歌 有希望就有快乐 火开火落 沒方法 有彼麗的光明前度 有彼麗的光明前度 離到學會 跟妳家所有一切都交給我 離到學會 妳怎麼對台灣呢 妳現在離婚一段錢這麼多 妳在哪 妳現在回到這裡 老婆我倒開 妳的方向把所有錢 把我們幫妳倒開 妳的方向 和我回到這裡 享受妳的母親 妳吹大婆 哈哈 哈哈 大哥 妳今天這首歌 還穿得很重 就是妳 大哥妳看 妳看 氣到這樣 找她快點 還說不出話 像小姐一樣一樣 妳看 來啊 來啊 快來 快來 慧琳 菁寧 爸的狀況不是很穩定嗎 怎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啊 爸最近狀況都還不錯 也一直都有在進步 連醫生都說恢復得很好耶 手不但能動了 連話都能講一些 結果雷坤今天早上過來 我跟姐出去走走 大概二十分鐘左右的時間 我們回到病房之後 爸就突然昏倒在地上了 不可能啊 妳爸現在的狀況 他不可能會自己行動 怎麼會昏倒在地上呢 雷坤 豆瓜 爸 畢哥 妳請姑姑過來 爸啊 破壁在地上 妳如果知道妳回來 妳一定很開心 畢哥 妳是中下 妳今天會知道 是跟我爸說什麼 我…我什麼都沒說 妳別再假 妳如果是沒有跟我爸說什麼 我爸怎麼會昏倒在地上 那是…是妳對我爸擋在地上 畢哥 妳別再回啦 我今天來 是要跟爸報告 我愛我開店的事情 我明白了 我愛我 有可能那些人 乖到頭髮上去 那時候 她還很開心 真的嗎 真的嗎 當然也是真的 畢哥 我對妳生活的朋友 這麼久 我哪會騙妳 妳知道嗎 我現在是妳的不可以 我們是一個人 我擔心擔心擔心 我擔心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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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擔心 所以說到 許小燕也擔心 我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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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骨 你擔心 你擔心 我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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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以前 白天你聽我 和我擔心 我擔心 我擔心 這出現你不好的事情 你這樣擔心 我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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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過去的事情 就算多做 不過我跟你說 雖然之前 我和我們爸 不算在家 但是現在我們爸回來 不管怎麼說 我們是白小子 我是擔心 我是擔心 為她的嫁成人 從現在開始 我會回來擔心 我要接受擔心 擔心擔心 擔心 那是中文 度骨 你是擔心的孤兒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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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有這種想法 我真的替你很開心 記得 你已經決定要擔心 我們兩位一團 屬於帶來的這麼多 我會有些什麼建議 我感覺 你可以對創法會關心 比方 你是對他離開的 對他的業務 也跟他認識我 沒想到你教我 是 慧琳 見你 你們先留在這裡照顧吧 有什麼狂狂 馬上打電話給我 我先到充華會館去一趟 哥 你自己要小心 充華會館我那麼少了 我會有事的 陳大少爺 你是 你忘了嗎 我是張文良 張律師 難怪我覺得有點眼熟 你怎麼會在這兒 我是代表 蔡永春跟龍輝集團 簽下遊樂場所合作案的代理 因為雙方合作的關係 所以我在這邊辦公 要聯絡一些事情的話 比較方便 你要在這邊聯絡事情可以 我會另外找一間辦公室給你 這個辦公室是我的 這個辦公室是你的 沒錯 我已經決定回來陳家 接受一切了 所以麻煩你到別的地方去辦公 原來是這樣 那麼以後我們經常 會在這個辦公室見面 那是以後的事情 我不習慣跟別人 共用一間辦公室 兵哥 你回來啦 大姐 你來得剛好 你替張律師把東西收一收 另外找一間辦公室給他 兵哥 你可能太久沒有回來了 我們創華會館現在做了很多改變 你恐怕還不知道吧 什麼改變 現在張文良 張律師 可是我們龍徽集團 最倚重的幹部之一 所以坤哥 特別把這間大辦公室留給他 好讓他做事情 現在如果先沒有知會 坤哥就請張律師搬出去的話 恐怕不是很好吧 乃坤是什麼東西啊 阿姐 沒有關係 我們陳大少爺 離開會館已經很久了 可能對我們現在狀況還不太清楚 我來向他說明一下 這段期間 我們兩家合作開發遊樂場 第一期的部分 因為你爸爸生病 導致現金周轉不靈 是我們蔡董 特別通融你們 才可以延期的 可是現在第二期 兩夜資金又到 你們還是一樣 到現在拖拖拉拉 又拿不出來 要不是我重通協調 想盡辦法通融 同時跟你們時間調度的話 這個局早就破了 你們也必須要賠償龐大的金額 現在經過減支之後 我們跟蔡董加起來金額 已經超過二分之一 我們才是最大的股東 所以以後一切的調度 恐怕不是由你們龍輝集團做主 更不是你陳大少爺說的算 我們才是最大的股東 所以以後一切的調度 恐怕不是由你們龍輝集團做主 更不是你陳大少爺說的算 不可能 我們陳家財力雄後 區區幾億怎麼可能拿不出來 我是你家的律師 又不是你家的會計 你們家有多少財產 又發生什麼事情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如果你現在想要接收一切的話 那是不可能的 畢竟你們只是小股東 沒有那個權利 我說的都是事實 如果不信的話 你可以去問問雷寬還有你妹妹 不然你現在想要問幾次了 你們老婆的父親一時好一時壞 我哪會知道 尤其他的父親變化這麼大 我哪會知道 我整個做醫生就不好了 我真的想要問幾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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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很累了 想要那邊的房間睡 我還沒你真正的 我還沒你真正 還沒你 你別走 你現在就在這裡 我只要說清楚 你是不是對我爸 去打手 還是頭哥說什麼 要跟他打手 你真的想要煩 你一直問一直問 都跟妳說不知道 我沒這麼好 不過怎麼說 怎麼是三十九年 你頭髮裡面想什麼 我都知道 平常是你在外面出洞 沒有做什麼事情 那我是沒有想要我而已 不過我爸的事情 絕對跟妳有關係 我本來沒想要說 不過妳都這樣認識 那樣我就早上跟妳說 其實 妳也算聰明 這看就知道 妳爸的背景沒有什麼單純 不像妳的親家長一樣 都在什麼時候 還在那裡搜什麼搜什麼搜什麼 妳的東西沒有 妳爸的背景 比較跟我關係 新年後 妳到底對我爸做什麼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只是不認識妳 她說妳家裡的孩子 不是我的 妳爸還去跟他爸過 這總之以外 那是妳的事情 如果我們的答案 妳有沒問題 妳把這件事跟爸說 妳在那裡拿小孩的事情 去把她切開 我… 妳當初是怎麼帶我 妳忘記了嗎 我…我相信妳 妳… 妳這個BP的小林 妳不敢笑 妳現在說什麼 什麼BP的小林 什麼BP的小林 我們這時候 在那裡的孩子 妳現在做討論了 爸還沒知道 我哪有辦法 尤其是她現在 到達病院裡 是潔波浪的鬼靈 就算她知道 只是要怎麼轉 妳就明明知道 爸的背景要安心儘養 妳夠調校 她跟這件事 跟她說還可以這樣 妳… 妳直接跟她跪魂 我跪魂 這幾個人是妳不是我 但是妳不跟她說 我真是不緊張的事情 不跟她說 我就是要聽她跟她說 就是要知道 她到底要這樣的事情 有什麼關係 哪是要 我知道妳在哪裡 孩子出事 我不知道妳這兩個人 是要摔得好嗎 還是快出來了 我現在帶妳們 很期待她們快來 因為就對了 是不幸好而已 到底是哪裡對不起妳 我爸等妳這麼久 妳在哪裡對待她 等我妳去見小草 慧琳… 放開 妳沒關係嗎 妳沒關係嗎 慧琳 妳有什麼事 就不想聽我好好跟你說 等一年妳要我一句來 一句去 慧琳 我是妳老公 是妳的體育 妳要跟妳說什麼就說什麼 妳要聽就好了 我跟妳說 現在沒有什麼人可以逼顧妳 尤其是妳的無論妳 妳怎麼知道 我有什麼嫁的一回事 我就是要讓妳知道 妳人和現在什麼都沒有 送回出山都在外面 也要讓妳知道 現在世界和她的收了解 已經換過了 妳都沒有看過了 我會這樣嫁給妳一種真心 當初我以前我自己的幸福 是希望可以保存我們擔心的一切 什麼才是這種結果 走 我跟妳同歸於盡 讓你們找到一個上海 文章家的人 你 你滾 滾 不想到我们兄妹的家里了 你这块了这么痛苦 我们丹家的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都是你一手家位 我们爸真正是像鸟鸟鸟鸟 他辛辛苦还打拼了几十亿港山 你怎么就这样 让你这个鼻屁的少林整我旁 你怎么知道 我这样也好 如果这样我就没需要再定心下去了 你怎么知道 像我以前对你这样泡泡泡泡 我太够了 尤其是我现在身份地位 根本没需要为我自己 尤其对你这种无论可笑 你怎么知道 我这样没想到跟你很尊敬 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是很想要逃 我这样你以前的四条方式给你出来 你扎到的孝顺我们丹家的一切 只是找不到机会下去 是啊 都是我设计的 不然你是不是这样 大纳家闭 现在你们家的材材都在我的面上 你现在已经是什么都没有了 凭你现在被我打 不要再走 大纳家闭 你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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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是我的老婆 是我的老婆 你这小子 想跟我们把什么人家来住 不要 不要 你怎么办 不要 不要 大纳家闭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大纳家闭 他在买来 在买来 你怎么办 有点 他在买来 有点 你怎么办 他在买来 帮我去你 不准备杀人,你还不准备 不准备 你,你干吗?你干什么事? 好准备 好准备 给我这双屈 鞲子放点 马上 прич 自己看看就好 誰啊 這麼晚 沈家冰 你 你來幹嘛 欣怡 我出事了 出事 坐下 安翔 出什麼事 我聽你的話 去醫院看我爸爸 然後準備回去收服沈家的一切 但是當我到沈華會館的時候 我發現了一些很不尋常的事情 我懷疑了一關 他背著我爸爸在做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 所以我就到他家去找他 剛好就看到他在欺負我妹妹惠玲 也證實他逃空龍蝦集團的事實 然後呢 然後我很生氣 就跟他起了爭執 我一直失去理智 失手推倒他的手下 他的手下 看我 我不到了 你不要把他人有衝 你可 別讓他去做 你讓我去做 Goth 而讓他去做 你讓我去做 我去做 那我两个妹妹怎么办 现在龙徽集团已经被雷坤控制住了 慧玲的生活可以说是生不如死 如果我才入院 那我们陈家就全完了 我要逃 我一定要逃才有机会救我们全家 逃了一时 逃不了一世 你先逃跑 没办法解决问题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走一步算一步了 除了龙徽集团 我爸在外面 还有许多人脉跟实力 我一定要想办法整合反铺 我不能眼睁着看我爸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坏了 也不能看慧玲 一辈子就被雷坤这么糟蹋着 陈嘉宾 你冷静 冷静 冷静 我知道 我知道慧玲现在过得很辛苦 所以你会很心疼 你会很着急 但我们一定要冷静 我们一起想你办法吗 欣宇 现在唯一能帮我的是用你了 我 我想先跟你借一点钱 离开这里 暂时闭下风头 这不是问题 只是你这样逃走 你神家所有一切还在雷坤手中 你还是没有办法救慧玲 我不管 天吾绝人之路 我相信只要我在外面一天 我就一定可以想到办法制补雷坤 拯救我们陈嘉 陈嘉宾 这有三十万 这有放在家里备用的 你拿回去 陈嘉宾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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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再回来看你了 而且雷坤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到时候黑白两道 都会来找我 我真的不知道我还没有那个名 那活着会来见你 佩佩佩 说这么不激励的话 如果你现在去投案 警方就可以保护你 雷坤就不敢动你 而且你还可以每天看到我 听到你这么关心我 够了 就算我没有办法 见到明天的太阳 能够拥有此刻你对我的关系 我不妨此生 欣怡 我这辈子 永远都不会忘记你 如果我真的没那个病 能活着会来见你 我只希望将来有一天 你当我分前上乡的时候 可以顺手 为我带上一束鲜花 向我这心满意足 能活着会来 所以就需要 你的爱情大戏演完了没 牵手 你 冷血 你们 report 我不能留太久 我走了 你保重 陈嘉兵 对不起 我知道 我说千百次对不起 都不能弥补 我对你做的事情 是我害了你 害了你陈嘉 我真心地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陈嘉兵 你要答应我 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听到这么说 直到你真的有把我摆在你心里 我死而入海了 如果我没生在我身上 真的吗 我既然是真的 我自己的妈娘 是你真心的 在我身上 少于你也不建议 对不起 真的吗 我这个响呆之人的胖 没有笑容 怎么这么说 我本来想说我们家 要回家接受公司 是一个好事 但是一刷九个月 也没有听我解释了 结果 让我们的鞋鞋子 都打开 对了不鞋 他又怕得到肚子 他还没有放一刷 还把他打开 我看到了 是这样有个恐怖 我真的很害怕 现在怎么解释 怎么把他放得不好 你说别人 雷坤 干什么 你要讲话的全力 过来 干什么 说 队长 事情不是这样 是雷坤先叫阿波拉打我哥 我哥是处于正当防卫 才会还手的 而且阿波拉跌倒撞到头之后 我哥没有拿任何东西打他 所以坚强一把他抓好清楚 不可以跟他听雷坤一个人 就会骗掉 队长 你这一听 就知道我妹妹在鞋鞋鞋 又在鞋鞋 说到我这个大鞋子 这个小孩 他就是坏地鞋 怎么就不要做好 做事情 就这样不够前够后 所以才会让我们中男朋友 够好够出来 不让他做好生 对了 那个时候 对了 我会在鞋鞋鞋鞋鞋 不是 你们大家可以问他 是啊 队长 事情开始是这样 阿建 现在警察都在家 你还敢这样睁眼说瞎话 对了 我也就是要跟鞋鞋鞋 倒三天 不过 我如果是继续说白策 我就真的对不起阿波拉了 好 好 不要再吵 不管我 你如果找到我家 你一定要让他一个机会 把事情说清楚 不过 你哥现在卫生请逃 我们警方已经发布通缉令 我现在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 你一定要找到他 还他清白 放心 我们一定请你孕妇 谢谢 嘉宾到底会去哪儿呢 会不会去找新衣 其妄大哥 志伟 你怎么来 有事吗 这是搜索票 我们要看看 嘉宾在不在这儿 是什么 找东西 不用找到我们家来 还减得搜索票 是啊 志伟 你找嘉宾怎么找到这里来 抱歉 我真的需要搜索一下 你们也没有说清楚 搜索什么 我很巧 听我 很巧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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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雷昆先生有病吗 没有一个人是好人 当家宾这样会给他 绝对有一个原因 你们这件事是没有事情做的 雷昆真的是大派人 你不知道要去抓这条 为什么要抓当家宾 就是啊 我们校长到我的家的时候 都是家宾到三天 才有回来 这我都了解 可是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家宾不利 我们警察一定要找得出来 调查清楚 没有找到人 学长 这里也没有 好 你们先出去 好 是 郭大人 毓勇大哥 我相信你们也知道 嘉宾是性情中人 而且心地很善良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也很担心 因为现在除了我们警方继续找他以外 雷昆也动用他的势力 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而且暗算他 想不到嘉宾跟雷昆之间 已经闹到这种程度了 嘉宾这一次找雷昆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发现雷昆要掏空龙徽集团 更发现了自己的清明美慧玲 原来一直以来都被雷昆顶虐 我相信因为这些原因在气氛之下 才失手 伤了叫奥布拉的人 那你怎么对我们的男人不要紧了 现在还在抢救当中 情况很不妙 而且医生说了 即便救活了 也可能成为植物人 我先走了 我要去其他的地方找找他看 雷昆大哥 如果你真的有嘉宾的消息 一定要通知我们警方 因为有我们警方来保护他 真的比较安全 没问题 有嘉宾的消息 我会通信 爸 我想说 现在有嘉宾的电脑 我不能承认一些联署来找嘴嘉宾 毕竟我今儿竟然不是文情 你现在出事了 我没问题对不对 你这样做事没问题 雷昆啊 雷昆啊 雷昆不用母亲说 叫大家的工作都停下来 人家里路啊 雷昆有我们很多市中的兄弟 我们可以马上去找 雷昆啊 雷昆就不要出面 才会把事情越不越多 雷昆现在怀疑是三人多 刚才听志伟的这样说 雷昆现在对雷昆 在志一定很败贵 雷昆现在对雷昆 在志一定很败贵 雷昆现在已经是雷昆的旗号 我是故意能造成的 雷昆现在 现在只希望可以过去找到雷昆 让雷昆出面再帮我这一切 希望雷昆没什么事 姐 爸 爸现在状况到底怎么样 你电话里都说不清楚 我都快急死了 医生说爸已经脱离险境了 所以才会转回一般病房 那就好 姐 你现在有了身孕 应该多多休息 不用每天赶来医院看爸 你这样来回奔波 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 反正我参加没什么试错 不来陪陪爸 看看你 对了 哥有没有跟你联络 没有 只是想不到 哥竟然会杀了阿布拉 哥没有杀人 那天我也在场 明明是雷昆叫他的手下先动手 哥为了自保才还手 阿布拉才会 才会去撞到那个桌子 哥根本没有杀他的意思 你知道吗 什么 这个雷昆 可惜我一点证据都没有 加上阿剑他们全部都站在雷昆那一边 警方根本都不相信我说的话 沈 现在说这些也于事如补 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 哥一个人在外面流浪 没有办法回家 我 我真的好担心哥 姐 不用担心了 哥 他可能只是一时心慌 等他想通了 说不定他就会去向警方投案了 仙妮 你不懂 你真的什么都不懂 姐 你到底在说什么 什么我不懂 哥会被通缉 全部都是雷昆害的 雷昆 为什么是雷昆 阿布拉受伤婚迷没有错 可是我怀疑 他后脑的伤是雷昆事后做手脚 勾一家货给哥的 雷昆这个卑鄙小人 真是太过分了 其实 其实我很多事情都没有告诉你 雷昆早就有预谋了 在爸才刚中风倒下没多久 雷昆就趁机 有计划地霸占了我们陈家所有的产业 什么 姐 他这种人渣 你为什么还要嫁给他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那时候雷昆 一下用爸的医药费 一下用月红的生命 还有肚脊的孩子来威胁我 他甚至还说 如果我不答应嫁给他 他马上就要告诉爸说 我没有把月红的孩子拿掉 你想想看 他那时候病格这么的严重 我怎么能够再让他受到刺激 除了答应他我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 姐 你受委屈了 对不起 我都不断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大哥 走 走 大哥 这就是我们回馆的办公室 你看你有水吗 大哥 好 来 两个来着吃 好 大哥 请坐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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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是两位一团的伙计 但这个位 应该是你两个才对 不 大哥 这个位 本来就是为你准备的 来 请坐 请坐 来 大哥 是我之前跟你说过 是我自己的说 要快点他要嫁给他 等会 相信 我抓来 我们大家的未来 一定是一辈公平 等会 好 您两位好 雷军 要是你这个年轻人 头发得更厉害 这几年的时间 你就做到梁妃集团的付出人 不像我 只对我们梁妃的胜伏 这样发来发去 昨天是四人没出团 今天 我可以坐这位 完全是给你帝 大哥 你怎么会这样说 当然 如果不是你帮我看 我睡了 也没今天 我这样做 就是在银水修丸 吃鸡鸡拜祝头 看找一遍 看一遍 玩一遍 就好 也不要有愿意 有希望就有开心 美鳥,我聽你們說過你很多事情 我知道了,你是一個很聰明 和很有地位的年輕人 如果說雷琳是老闆 你就是煮到空面 因為有你的早三天 雷琳竟然可以發揮他的油點 不錯,不錯 董事長,你太過分了 我這次做我應該做 阿堅,現在才沒你的事了 你先出來吧 是 文鳥 人家都希望可以補補苦心 我知道現在你的弟兄 就只差一腳步而已 以後,就換你來表演了 董事長,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麼 嗯... 你是聰聰聰人 你真的聽不懂 你現在出來,有這幾紅白 只要好好跟爸爸 你成功就很近了 紅白? 沒有錯 剩英春 剩英春 剩英春的女婦給他配錢 就是你的紅白 文鳥 董事長,她是我的老大爺 我們兩個是不美麗的 所以,你現在韓桑在告白 你做什麼事情 我都總告訴你 是 那些是 不美麗的 那些人家是可以帶到一個好母 最久都可以減到幾十年 董事長,她是蔡佩奇的 那些人家 你只要把蔡佩奇的好伯 就跟我一樣 就是佔辱到蔡佩奇的 那些人家是蔡佩奇的 所以這幾紅白 你真不用好好地勒勾住 不瞒董事长 目前我跟佩琪的感情 都在稳定发展之中 稳定发展要不够 但要是在那九岸街头 那虽然都能兵拔变国 你自己是大发路 你自己知道 只有还没结婚 在发路上 你才有补救 结婚 文龙 你怎么这么漂亮 等会都给你担 你还听不懂 是啊,我了解 其实我也想要跟佩琪 赶快安定下来 可是她现在心里面 还是犹豫不决 这样你就快点带去问 她就不会丢头了 但是 我只听她说 你外面有一个女朋友 什么 她怎么连这个也知道 看样子 我的一切恐怕 早就在雷坤的掌握之中 以后 我还要提防提防她 你是的 你要听说 vov 我 我 好吧 我 你 我 这是 这是 有 那 原来 那还用说吗 你可别忘了 我家以前可是种菜的 这菜好不好新不新鲜呢 我可是一看就知道了 你是蔬菜达人 我当然要尊重专家的意见了 听你的 听你的 你看 那个人是不是金凤啊 来来来 看啥 我锻炼了 见鬼了 这大白天哪个鬼啊你 我瞧瞧 金凤 你别跑啊 挖啊挖 快挖 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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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挖哪跑啊 你干吗 那边没路了 金凤 你干吗看到我们就跑了 你们认错人的吧 认错人 这 怎么可能啊 哎哟 你以为你穿了一身绿 跟树叶一样 我就认不出来吗 哎哟 就算你贴在树杆上 我还是一眼就可以知道 你就是金凤 哎哟 金凤 我们都与你死了哎 那既然你没死 我怎么不能来跟我们联络呢 哎 这 这 怎么了 你 你说话呀 是啊 其实你的事我们都听说了 我听欣怡说 他不肯认你 其实他有他的理由的 他说因为当初周广达害死云生 他想要在你面前自尽 然后呢你却当面阻止了周广达 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啊 对你很不谅解 我心有好奇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哎 哎 哎 秦凤没事 不想说 就别说了 没事 没事 说 我要说 挣几个机会 让我说个清楚吧 是 我就怕说了还是不清楚 你们会相信我吗 哎哟 当然相信啦 哎哟 秦凤 我们认识那么多年的老人 你的歌姓我最了解了 我相信 你慢慢说 谢谢你 其实 说来话长 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才会清楚 就在十八年前 刚才忘博说我们一家人都消失的那段时间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意外 我就失去记忆了 在我的记忆中 凡二十八年来 就是周广达在照顾我 他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 他也告诉我他就是我的哥哥 我根本不知道 原来他就是赛云生的凶手 天哪 你知道我有多难过 我既要敬他 又要恨他 恩情跟重恨之间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 这位是 哦 他就金 金吗 他 他 又要恨他 他就没有别的女人了 我不想要孩子一出生就没有办法 我俩本心是好的 他有一天 一定会回头 会回去全力的 爸 不过我有点 我一定会去你的情 对你早上是病人的女士 一生东西来打出来 陈嘉宾 不要再跑 大家都很担心 看不及作用又报 都没有想起刀 许可笑 全爱 她就能够 因此奢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